师父说的那些佛陀故事 佛说真吉祥 过去在王舍城 岐枯山南路 横河岸边 住着一位名叫尼建的外道修行人 他不仅年高望重 博学多文 更具足五种神通 通晓古今之事 尼建门下有五百位弟子 在他的调教下 个个也是精通天文地理 知晓星象民情 并且擅长占卜吉凶祸福等事 一天弟子们相约至横河边 讨论各国的吉祥物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即便不已 最后还是无法得到结论 于是决定向他们的师父请议 弟子们来到师父的住所 行礼后即合掌请示 弟子从师学道已久 虽已无所不通 但仍不知什么才是各国人民 所认为最吉祥的东西 尼建范志回答 你们问得很好 南岩福提有十六大国 八万四千小国 各国都有其所珍视的吉祥物 有的是金银 有的是水晶 琉璃 明月神珠 相 马 车鱼 玉女 珊瑚 凤凰 孔雀 也有以日月星辰图案 为装饰的宝瓶 这些都是各国人民 所喜爱的吉祥物 如果你们看到这些东西 一定要加以赞叹 因为这些都是吉祥的感应 也是国家祥瑞的标志 弟子接着请示 请问师父 世上还有没有更殊胜的吉祥物 有助于我们的生命 死后能够往生天界 尼建梵志回答 自创教以来 从来没听说 有这样的祥瑞之物 典籍上也没有记载 弟子告诉师父 听说有一位释迦族人 出家修行 六年苦修后 在菩提树下静坐思维 并于定中 降魔得道 正得天眼 宿命 漏尽三达志 也许 他所知更为渊博 我们何不去 请教他 师父 您觉得呢 于是 师徒一行 五败于人 跋山涉水 来到佛陀的住所 制成鼎礼后 即常柜合掌 向佛请示 请问世尊 各国都有其代表的 吉祥瑞物 当中不外乎 金银 水晶 琉璃 不知世上 还有比这些 更为殊胜的吗 佛陀回答 诚如你们所说 这些都只是 世间吉祥之物 人们认为 拥有它 即能获得吉祥 反之 则会招致祸殃 但这些 都无法究竟 救度众人之苦 我知道 有一吉祥妙法 若能 依之修持 则能 永离三界 轮回之苦 正得 清静 解脱 涅槃 于是 世尊 为大众 说了一首 祭字 佛 遵过诸天 如来 常献意 又泛至道士 来问 何吉祥 于是 佛 闽商 为说 真有药 以信 乐正法 视为 最吉祥 亦不从天人 希望 求饶性 亦不 道神词 视为 最吉祥 有贤 则善居 常先 为福德 赤身 成真正 视为 最吉祥 去恶 从旧善 避久 知自洁 不淫 与女色 视为 最吉祥 多文 如戒行 法律 经尽学 修己 无所争 视为 最吉祥 居孝 是父母 至家 养妻子 不畏空 法行 视为 最吉祥 不漫 不自大 知足 念反复 以时 送 习经 视为 最吉祥 所闻 常遇忍 乐遇 见 沙门 每讲 折听寿 视为 最吉祥 持斋 修 饭行 常遇 见贤明 依附 明智者 视为 最吉祥 以信 有道德 正义 相无疑 欲托 三恶道 视为 最吉祥 等心 行 不失 奉诸 得道者 意境 诸 天人 视为 最吉祥 常遇 离 贪淫 欲吃 臣 会意 能 习 成 道 剑 视为 最吉祥 若以 气非物 能勤 修 道 用 常适 与可适 视为 最吉祥 一切 为天下 建立 大词意 修人 安 众生 视为 最吉祥 智者 居世间 常习 吉祥 行 自制 成 会 见 视为 最吉祥 尼建 师徒 听了佛陀 开示的 寄语后 心开 意见 法系 充满 于是 致成 鼎礼 佛陀 并且 说道 这真是世间稀有的无上妙法 我们长久以来为烦恼执着所复辟 没有因缘 听闻如此殊胜之法 恳请世尊 慈敏 救度 我等 愿归依世尊坐下 出家修行 佛陀赞叹大众的发心 并且说道 善来比丘 尼建 尼建师徒 极限 清净 比丘相 精进 修持 禅定 不久 极正 阿罗汉国 而其他在场的听众 也都领悟 佛法大义 获得 正法 掩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